周大关文教基金会 2016年第19届全球热爱生命奖章得主 台湾世王赖贝言 胜爱地球众出希望 赖贝言言称赖赏 30岁开始入戏买了130多公顷土地种树 30多年来耗费新台币20多亿元 他已在大写山种下了30多万棵珍贵的树木 他种树有三部政策 不砍华、不买卖、不留给赖家货带子孙 这边林产原先为垃圾山 梨岩、梅岩、柠檬岩、梨子岩及荒惠喜酒的香蕉磷等 历经耐赖三十多年前新婆日整顿改造后 种植了台湾绍兰、举木、红筷、五味松、雪松、九宫、牛丹树、三樱花等三百种台湾国宝树种 由于赖赏长期种树 林间生态的样貌豐富起来 当树木行光合作用时 将水蒸汽排放到空气中 形成淫雾水蒸汽累积到一定密度 开始降雨 当水来了 生命也就诞生了 不仅宝翼也昆虫来了 连大冠鳩、山珠等十五年 顶端列鼠者也因因见真 赖赏对照明运动的热忱 山珠多年来如鱼日 鼠中有真不减 被彭为戏称宿出 众志也能为台湾生光 负责台湾正硬化 如果没有到处就是 人家就钱了 还不需要土地 不需要一些不动权 不然怎么有处处好开 不是啊都宣展后座 先开才来讲 小时候半夜会起床 都看到妈妈自己一个人 坐在她的办公桌前哭泣 小时候对父亲的印象 就只有一个抛家弃子的去种树 对我而言 那是一个很遥远 然后又很陌生 一个离我们而去的背影 两个印象要做一个弓人 那生巧的人都做三四十年了 弓的人直到我都做三五千年了 人没有状态 但是要有信仰 我的信仰就是正确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